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Signi的最新情况 7月1号,在韩国军事法院召开了 以9项罪行被起诉的Signi的第25次公审 当天,Signi除了违反万会交易法嫌疑之外 再次否认了其他8项罪行 以下是韩国很多媒体报道出来的共同内容 首先对于2015年给日本人媒介性犯罪嫌疑 Signi解释 为了感谢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庆祝我的生日 所以在年末邀请了各国朋友们举行了圣诞派对 当时我只有照顾我的朋友们 有叫女性们的事情 是在调查过程中才知道的 然后Signi解释了这些人与自己的老交情后 强力反驳 我没有理由信任他们 他们跟自己的妻子女友们一起来了 我怎么可能会做出那种事呢 然后关于在群聊室的对话里 Signi打出了 Signi表示 以我的性格平常不会使用 可能因为是iPhone的自动完成功能导致误打 对此简方反驳 据我所知 自动完成功能会显示平常常用的词 Signi再次表示 柴君的这个词不是只使用在性的方面 有很多女性粉丝的我 如果用这种心态对待她们的话 应该早就会被拘留了 然后关于Signi的部分则表示 当初是因为被审问的太厉害 我就说了好像有听云所说会送来一位女性 但其实我不记得 我虽然完全不记得 但是那位女性的口供是那样 所以只好承认了 但是在起诉后 看了一下陈说调查报告后发现 可信度实在是太低 当时我年轻而且很有人气 根本就不是要给钱才能跟谁发生关系的位置 然后对于非法偷拍则表示 我承认有张垃圾短信中的照片上传到聊天室 但是绝对没有亲自偷拍 然后对于乡君娘群聊事 Signi则表示 我参与的聊天室就有十多个 其他也使用五个左右的SNS 每过一个小时就会累计500多条短信 我不可能看到所有短信 聊天室是因为只有朋友们的地方 所以也发送过夸张荒唐的内容 但是聊天室的内容不是我人生的全部 对于被公开的这些内容 真心的向国民们道歉 然后对于挪用公款 特定禁止犯罪家中处分 食品违反法等部分也全部都服认了 Signi的律师表示 夜店为了做广告 有宣传是Signi的夜店 但是Signi其实不知道那期 夜店也另有大股东存在 最后对于关心赌博嫌疑 Signi只承认了外汇交易法等部分内容 军事检察官最后表示 Signi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利用我国女性的交易 并以赌博维持了交情 经营了两年的非法娱乐场所 关心赌博等犯罪性质非常不好 因为罪行获得最大利益的被告人 却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其他人的错误态度 需要严重的处罚 并向法院求行了五年的有期徒刑 以及2000万的罚款 对此Signi的律师最后辩论 对被告人提出的嫌疑 都是像朝鲜时代的人民审判一样 很多都是随着国民舆论而提出的 调查机关不应该要透过严格的证明 来判断有罪吗 但是这次的审判 只是一些想要让住民艺人下跪 因为舆论不好所以要拘留 那是艺人自己要承担的责任 而不是在法庭 Signi在最后辩论表示 对于夜店内的种种疑惑 透过彻底的调查 已经澄清了与我无关 被扣押的聊天室成员们的X罪 也是与我无关 并且我们没有与任何公权力有关联 这也是透过调查已经澄清的事实 但是警方就是想要拘留我 进而想要恢复他们机关的信任 这三年来我有自我反省 我承诺我会重新做一个人 对于让国民们担忧 让粉丝们失望的部分深感牵翼 因为我而度过痛苦时间的成员们 前公司关系人家人们真的很抱歉 然后流下了眼泪 但是就在Signi的这个消息被报道后 D社再次公开了Signi在群聊组的聊天内容 反击了Signi在法庭上的否认 以下是D社公开的聊天室内容 要求的都给他们做 也给他们叫女人 好像是从台湾来了客人 不要出错认真点 嗯 女生呢 查尔君来的路 我已经叫了 但是会给吗 又不是你们会给吗 反正要做好 我再准备X女 来两个X女的话 可以要好好带到房间里 Yes 已经送了两个混混 然后后面公开的聊天内容 都是关于评价女生的身体 互相讨乱有没有上过谁谁谁 我以后也要上谁谁谁 内容非常不雅 所以就不介绍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太肮脏了 竟然有这种人存在 太惊悚了 读完去聊内容后 我也真的感到不舒服 很想吐 满脑子跟嘴都装满了垃圾跟厨余 九个嫌疑中 出了一个八个都否认了 还什么重新做个人 是在叫苦吗 求行五年 再爱神应该就是缓刑了吧 你要真心感谢是在韩国出声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聊天内容可能是造假 也有可能是男孩子之间 摆抽架子而已 不能就这样相信敌事 不就是因为舆论不好 才逼不得已这样的吗 Sene的律师说的很好 简直就是朝鲜时代人民审判 胜利没有错误 应该就是真的很委屈 所以才会一直否认吧 不都知道是用艺人来引起争议 想要掩盖整个事件 所以才成了替罪羊 对于Sene的最新近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